明朝中夜 东厂制衡东厂 没想到洋虎为患 造成了东西粮厂 势不两立 针锋相对的局面 东厂千户万语楼授命 抓捕忠良 罗之罪名 走 快走 老实点 快走 跪下 跪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约 快点 太鹤县知府李春旺 私吞供饮 传单脸钱 勾结乱党 意图谋反 本应把门抄斩 诛杀九族 但念及皇恩浩大 法配充军 即日执行 不得有误 钦此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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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江湖乱党究竟处决 杀无可 走 师兄 快走 爱妃 爱妃 朕来了 爱妃 皇上 你觉得怎么样 海棠 快 海棠 你老实告诉我 我到底怎么样 我跟皇上的孩子 还能不能顺利地生下来 娘娘 皇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快说 娘娘的安踏钥 是院室大人亲自开的 钥是我亲自抓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症状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娘娘 奴才叩见皇上 叩见兰妃娘娘 奴才叩见皇上 叩见兰妃娘娘 宫女元香有药室禀 是不是 快说 举宗皇上 兰妃娘娘 奴婢无意间发现 有人在兰妃娘娘的安胎药里下毒 伤害死娘娘 你说什么 我们这帮购物奴才 兰妃平日待你们可不保 你们居然有人要谋害她 还要谋害朕的皇子 朕若是再不管 那是天理不容 朕问你 你身为延禧宫的掌室宫女 兰妃的饮食起居都有你负责 你难道不知道是谁下了毒吗 皇上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你个废物 皇上 皇上 这是什么 这是奴才 在如意房间里找到的 问负进食的红花和龟尾 果然是你这个贱人 来人 在 给我拉出去 是 大行伺候 皇上 奴婢是冤枉的 皇上 奴婢是冤枉的 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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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 来 娘娘 元香 你老实告诉我 皇上到底怎么处之如意的 兰妃娘娘 海棠姑姑说您身子弱 需要好生调理 以后 我会替如意好好照顾娘娘的 她被处死了吗 娘娘 您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我就知道她不会有好下场的 但是她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皇上赐她 证人 皇上 冤枉啊 真的不是奴婢做的 南北娘娘 救救我 救救奴婢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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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皇上 湖儿 啊 如意姐姐 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不是有心要害你 冤有头 湛有主 你若是死不瞑目 要记得 是万公公逼我这么做的 万公公 你好大的胆子 建了本宫 也不下跪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 千千岁 下去吧 是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了 本宫一点都不安 我问你 这药也喂了 针也扎了 为什么那贱人肚子里的肿 还没消失啊 奴才也是奇怪 奴才早就派人在他的安胎药里 下了红花和龟尾 这胎怎么就打不掉呢 本宫可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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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还能杀了 是 可 réponse 不 不 不是 我 只要把东厂督主曹少钦调离京城 再想办法让皇上离开兰妃的身边 奴才 保证一定得手 好了 曹少钦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本宫自有办法 让他离开京城 是 娘娘 可以了 皇上能派院士大人亲自过来 也是娘娘的福气 大人 不知您是否同意海棠的诊断 兰妃府中 不止一个胎儿 医官丘氏 你难道忘了 肾炎 肾行 肾毒吗 在宫里处处都得提防 小心隔墙有耳 是 皇上驾到 太医院院士风仇阳给皇上请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封院士 兰妃娘娘的病情如何 兰妃娘娘六脉平和 滑稽流利 大人跟胎儿都无大碍 只是之前务时少量红花 又受到惊吓 所以现在一清淡一滋补 需要移养性情 精心凝育 慢慢调养就是了 好好好 兰妃娘娘有风院士诊治 朕就放心了 兰妃 朕来看你了 皇上 皇上急醒 你怎么来了 快快没理 朕只是放心不下你的身体 所以过来看看你 皇上 臣妾一切安好 倒是因为这运身 耽误了皇上 皇上上朝 臣妾万分过意不去 朕明白你的苦心 朕答应你 今日 以鼎亲力尽微 奉皇后懿旨 朝中奸臣和乱党勾结 密谋造反 皇后命东厂督主曹少卿 火速出宫 速清乱党 刻日回京复命 时达 等你 后天 师兄 冬场的人来了 赶紧走 等等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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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师兄 快快走 快走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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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侠 请务必将这份密函 交给余大人 我去引开他们 大人 我去救他 我去救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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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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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兵部官教 兵部官教 不论兵部礼部 除了皇上的教头 其他都得搜 走 不知道我余某犯了何事 你们西场的 我会搜我的轿子 这都是上面的意思 给我搜 是 叩见度主 叩见度主 余大人的官教 你们都敢来 余大人 让您受惊了 西场场公游家 拜过余大人 游公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令你们西场的人 兴师动众地出城 莫非是在搜捕什么人吧 余大人有所不知 最近 江湖有一批乱党 勾结贪官污吏 铸铸 铸铸 私吞共饮 立谋造反 皇上 命东场 圍堵激难乱党 而我们西场 负责监督彻查百官 难不成 难不成 我余某也在你们的彻查名册之中 余大人误会了 大人手握重兵 镇守巴蜀 蓝飞娘娘又临盆在即 但凭这两点 足以证明大人 对皇上的忠心 要搜就搜 本官不妨碍西场公事公办 不过 我余某还要急着 进京面见皇上 看望蓝飞娘娘 余大人 打扰了 后会有期 好 走 大人 古神 比赛 才能行 对皇上 再谅 因此 出品 请 他 负责 案 是 来 可以 П 就应允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 国舅爷难得不糊涂 这招调虎离山用得好啊 皇上为了龙种 别说让他守八关斋了 就是让他到慈恩寺 去跪上七七四十九天 他也是愿意的 本宫可是照你的意思 调离了东西两场的督主 支走了皇上 现在整个后宫 都在你我的掌控之中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那个孩子 绝不能让他出生 奴才遵命 不过 尤家虽然被调离京城 但是这个老匹夫 居然还派了太医院的老吴 王顾丰朝阳坐镇燕西宫 我原想一不做二不休 除掉女医官 现在看来 没这么简单哪 本宫许诺你的都一一实现了 现在是该你回报本宫的时候了 这一次 你不要再用什么借口和理由 来敷衍本宫 是 奴才一定祝娘娘完成心愿 娘娘的心愿 就是奴才的心愿 这次 这次多亏大哥出手相救 他日怀安 必定知人土宝 你我是煞血为盟的八百之交 你伤未痊愈 难道真的要离开 大哥我没事 这封血书 是日前陈大人在龙门客栈 临死前托付给我的 他让我务必亲自交给你 里面是东西粮场 残害重量的所有民团 东西粮场提起四出 不仅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就连平民百姓 都逃脱不了锦衣卫的酷刑 如此下去 大明不是亡于流寇 而是亡于场位 那大哥打算怎么办 此番回京 哪怕是赌上向上的人头 我也要向皇上 奏明东西粮场 获国殃民的罪证 娘娘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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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用力 用力啊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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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用力啊 用力啊 慢狗狗 我看那事 慢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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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 你别管我 你拦不住我 这是兰妃娘娘的产房 谁都不能进去 万公公 不要 把孩子给我 万公公 娘娘 把孩子还给我 万公公 娘娘 娘娘 万公公 万公公 你不能把孩子载的 大人 娘娘 快救救娘娘 娘娘 下国失礼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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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撑我 娘娘 回根结底 他还是生了下来 你这样把孩子抢过来 他就没有寻死命活吗 回娘娘 这祖上不是没有先例 这嫔妃生下皇儿之后 气血不足元气大俗 也都会交给东宫正主来抚养 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 是个女孩 看来不是谁都有生太子的福分 这麻雀再怎么努力 也变不成凤凰 这小脸还真有他娘亲的几分姿色 不知道长大了以后 又要红颜祸水害死多少男人 这 这脚板和筋骨怎么连在一起了 娘娘 这可是天意呀 咱们可要好好把握 不可错过 没想到 天助我业 让这个贱人生了个孽障 也好 就照你的意思 把他们按规矩办了 越快越好 免得夜长梦多 是 奴才遵致 恭喜娘娘 是个男孩 大人 救命 娘娘 大人 我求求你救我皇儿一命吧 皇后她嫉妒我 有孕在先 早已是我危言中定 如今公主 又被万公公抢走 公主的命 恐怕都照不保戏了 娘娘 下官 恐怕也不能为力 大人 大人 娘娘 娘娘 给我 大人 若是太子 在落入皇后手中 千千就真的什么 也没有给皇上留下 皇上 皇上沉迷担忧 身子骨有差 我不想她落个不孝之名 大人 大人 我已经不求 我能活着走出紫禁城了 我只希望太子 能够平平安安长大成员 大人 娘娘 娘娘 我求求你救救太子 他要是落入万公公手中 就活不了了 你救救你 原来还有一个孩子 不行 我得禀告好好娘娘去 我求求你了 你答应我 站住 你是哪个宫的 要去哪里 我是太医院医官邱海棠 出宫采购些药材 最近有很多内官 把宫里的东西 掏出去建卖 所以你的药箱 必须打开检查 不行 这里边都是些珍贵的药材 有些药材是不能见光的 少啰嗦 快点打开 走吧 走吧 万玉楼 快把我孩子还给我 郑皇上现在还没有回来 你把孩子还给我 我可以饶你不死 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 还想置我于死地 你说 第二个孩子在什么地方 是男是女啊 我早就知道 你跟皇后是一丘之鹤 把我孩子还给我 快说 把第二个孩子藏在什么地方 要不然我把你第一个孩子 也活活收死他 万玉楼 你不得好死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大夫 我答应你 做什么 你把我还给我 把兰妃逼死了 奴才外面没有想到 兰妃的性子如此更临 现在人已经死了 还是赶紧想想对策吧 皇后娘娘 兰主子走了 皇上若是回来 卢婢该如何回话呀 兰妃她毕竟是个妃子 不是普通的宫女 皇上回来 肯定要追究本宫的 这可怎么办 皇后娘娘奴婢不想死 您救救奴婢吧 慌什么慌 妇人之人 娘娘不要忘了 你手里还有一张牌 你是说 那个残疾的女婴 只要我们找到 另外一个孩子 那这结局就已经定了 至于过程怎么变 还不随咱们的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 斩草 除根 南非于市 速日不省有盔 出席礼仪 不辞敬仪 先要淡下妖孽 西雄于海身居要旨以身犯法 卧藏妖孽 四阳城皇后逆命 封锁于府 不许一切代价找回妖孽 这可是兵部幼师郎 于大人之福 你们修道胡来 我们就是来抓于海的 想倒反啊 居然敢以下犯上 还有没有王法 少废话 拿下 是 怀安兄弟 大哥 走 仔细搜查每个角落 不能放过于海 于大人 于大人 蓝冰娘娘生了两个孩子 女婴已被汪公公暴走 太子就只能拜托给您 这孩子就交给您了 什么都别问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这孩子送出城 记住了 一定要平平安安地送出城 大哥 弟放心 只要我召唤安在 孩子就会安然无恙 快上马吧 你带着孩子行走江湖不方便 出城之后 找护人家把他收养了吧 等我躲过这一劫 立刻联络你 快走吧 大哥那我先走了 你都保重 驾 驾 驾 平日你们一个个药物扬威 神器活性自以为是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你们倒是给朕一个交代啊 堂堂天子脚下 朕的妃子会自杀身亡 到底是谁要了他的命 朕才离开不过两天 兰飞为什么会死 为什么 还有 他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现在孩子在哪 丁皇上 奴才从龙门关外刚刚回来 宫里的事情 西场的人应该是最明白的 曹公公 你 尤家 你说 皇上 奴才接到皇后意志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奴才也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好 好 你们一个个的都推卸责任